台北有一家照相館 非常有名的 照相館 他是 在羅蘇府路 第四這樣來 前面都是大柱柱 有一天 他 因為前面是捷運嘛 前面一捷運 這邊都擋住了 那麼這位老闆 他就請地理師 幫他 改這個 婚紗社員廣場的店 這位先生幫他改很正確 望山望向 望山望向 他改在這邊 望山望向 而且這個形狀是這樣來 改在下面不帶行 照道理講起來 是很好 但是呢 他不一定出來 撞到這麼大了 望山望向 你撞到大柱柱 也是上山下水 水裡龍神上山 山上龍神下水 我們望山望向 出去 自己對著大柱柱 就變成上山下水 裁定兩師 他還很納悶 為什麼 一改下去 生意全部都停住下來 裏面有員工吵架 打架什麼都來了 我去看 哎呀 這個先生很好 把你簽望山望向 但是你缺少考慮前面望山望向 還有一個法則 你望山望向前面大樓 望山望向前面大樓 就變成上山下水 那相反反過來 這一個要記住 前面 高樓我們矮的話 你要 改為 上山下水的 像 上山下水喔 比如說這裡是高樓 我這裡呢 原來是望山望向 我把它改為 上山下水 做做大樓 改為上山下水 山上龍神下水 這裡有山又有櫃 水里龍神上山勒 因為你壓我 我就退 後面為水 上面為山 那 你就反而 劃煞為全 劃煞為全 現在 101 你在 對面 101 你如果用於 望山望向的話 一定會完蛋 那麼 那麼你把它換 文像 調一下 不影響美觀 你改為上山下水的話 開始就會化 很簡單 好 那麼這一個 碰到 柱子了 我說碰柱子 往上面 你還是 尋著 那個 空間 轉過去了 就雙星道相 雙星道相 做生意 到 向 星 要躲向性 要旺做生意 做生意 你要 最喜歡要看得出去 雙星又倒向 你一定 不錯 這很簡單的法則 我叫他你改一改 相當最好 不是旺向 旺向 但是旺向而已 做生意 就可以了 改過以後 生意 一直回起來 有一天到大安市 叔父啊 我幫你 照個像 照個 什麼像 結婚 照相 我三十幾歲的孩子 什麼結婚像 不知道 這紀念 還有 牽涉 那老狗 誰 老妻 zob